总编辑时间 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思 随着一线城市松绑房地产政策 内地楼市近期好像比较火爆 第一个取消限购的一线城市广州 吸引了不少港澳及华侨职业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资料显示 十一黄金周期间 住宅成交量明显增加 一手住宅认购量是去年同期的2.37倍 二手住宅网签同比增长23% 深圳楼市在新政策的推动下 展现出复苏趋势 数据显示 10月1日到13日 深圳二手房每日平均签约量 是近四年最高 分析指 深圳929新政直接 刺激了市场需求的释放 尤其是对非深圳市户籍人员 在非核心区域购房的限制放宽 激发了购房的热情 北京和上海等地的 二手住宅成交量 在十一假期后的首个周末 创下去年9月以来的 单日成交量最高 另外 直辖市天津宣布取消 住房在购买转让等方面的限制性措施 并且调整差别化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 统一为不低于15%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福建考察 他16号在厦门听取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肯定了福建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 15号下午 习近平来到张州市东山县陈城镇奥角村考察 了解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情况 奥角村立足沿海环境优势 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曾获平全国最美渔村等荣誉 此外 习近平还考察了古文昌纪念馆和官地文化产业园 了解传承红色基因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 16号上午 习近平在厦门考察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听取扩大改革开放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等情况介绍 习近平指出 抓改革开放 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比过去要求更高了 福建和厦门要适应形势发展 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对接国际高标准深耕细作 多出一些制度性 政策性成果 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功 16号下午 习近平在厦门听取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福建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理事会 第23次会议 16日在巴基斯坦首都 伊斯兰堡开幕 重点磋商加强区域经贸合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总理和官员与会 李强在会上发言时表示 上海组织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促进各国发展繁荣的重要平台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把元首共识落地为有效行动 把五个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景转化为现实图景 李强就深化上海组织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以示围绕使命任务 加强战略对接 制定好上海组织下个十年发展战略 画好各领域合作路线图 二是紧扣发展需求 拓展务实合作 深化减评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合作 提升地区贸易投资 便利化和互联互通水平 积极筹建上海组织开发银行 三是加强联合行动 打击三股势力 抓紧建设 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 禁毒中心等 四是发挥上海组织 牧林友好合作委员会作用 建设好上海组织 数字教育联盟 办好民间友好论坛等品牌活动 上俄组织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 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 有利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李强同成员国与会领导人 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 批准上俄组织建设相关决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李强出席上俄组织会议期间 同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 蒙古国总理奥云俄尔登 举行中俄盟三国总理会晤 报道称这是中俄盟首次举行 政府首脑三边会谈 另外李强还与米苏斯京举行双边会面 在与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会面时 李强表示 站在中俄建交75周年历史节点上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进一步加强战略协调 拓展互利合作 为实现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促进世界繁荣稳定 做出应有贡献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俄方 进一步深化经贸 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 促进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不断提升两国产业链 供应链协作水平 推动收获更多务实成果 米苏斯京表示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相互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密切在联合国 上河组织 金庄国家等框架内沟通协作 推动两国关系 持续深入发展 在出席中俄盟三国总理会晤时 李强表示 近年来在三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俄盟三方合作总体 保持稳健发展势头 中方愿同俄盟两方 聚焦中猛俄经济走廊下 重点合作 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 等多平台多边协作 携手续写中俄盟三方合作新篇章 米书斯金和奥运俄尔登表示 俄方 猛方 愿同中方携手合作 加强欧亚经济联盟 草原之路发展战略 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推动三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凤豪卫视综合报道 上合组织从当年的上海合作的 五国组织 现在发生到多国组织 那么这次的上合组织的首脑会议 很特别 它是在巴基斯坦召开 召开两天 而巴基斯坦这个国家 它最大的问题 正好就是上合组织成立的时候 它的宗旨所针对的 就是安全问题 这个巴基斯坦为了开这个会议 它的首都尼斯兰堡 这个宣布放假三天 学校企业停课 并且部署大批的警察 和准军事部队进行包围 巴基斯坦内登部说 军队将负责首都红区的安全 这里已经全部的包围 这是议会会议和外交活动的所在地点 也是上合组织大部分会议的举行地 那么根据内政部的说法 巴基斯坦军队负责首都红区安全 议会和外交飞地 包括这个在红区里边 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次的上合峰会召开之前 这个南亚国家的威胁警报 一直很高 特别是10月6号 由几名中国工程师遇害 还有10月11号 与21名普什图的旷工被枪杀 这种安全的隐忧 在巴基斯坦应该说是屡见不鲜了 那么上合组织 我们知道是2001年 由俄罗斯和中国组建的 一个欧亚安全和政治组织 主要就是为了维护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 欧亚区域的安全 打击三股势力 至于它时不时地被一些人 视为西方主导的北约的替代方案 这是某些人的看法和判断 实际上也安全方面 也确实很重要 因为国家和地区的安全 是这个国家和地区的 发展的基础 当然了安全的维护 也依赖于政治经济 和管理体制多方面的根基 所以说这次巴基斯坦 这个东道主 它就是一个实际的例证 建国以来 巴基斯坦内部的安定 和周边的稳定问题 一直是对这个国家的发展 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所以这次会议是巴基斯坦 多年来主办最高规格的活动 所以我们也感觉到 处于严密安全封锁中的 伊斯坦堡也确实不容易 我们希望它顺利地举行 这次难得的国际高层会议 再看看东北亚 美日韩副外交部长 16日在首尔举行会谈 三方共同谴责朝鲜炸毁 韩朝连接公路等挑衅行为 并且就朝鲜向俄乌战争 派遣兵力的消息表示担忧 三方商定 继续加强安全方面的合作 美日韩副外长会议 16日时隔五个月 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金通军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肯贝尔 日本外务书次官刚也正经出席 三方强烈谴责朝鲜炸毁 韩朝鲜接公路 以及朝鲜主张韩国派遣无人机等 故意提升半岛紧争的行为 韩方代表表示 通过协议再次确认朝鲜完全 无可坏的目标 不管朝鲜任何挑衅 韩方将维持坚固的 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 要坚决应对 并要继续加强 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 他还指出 三国担忧朝鲜为帮助俄罗斯 向俄欧战争派遣兵力的消息 美方代表表示 美日韩三国将继续加强合作 为在今年内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谈 继续做出努力 最近朝鲜发起挑衅让人吃惊 美方高度评价 韩国政府在深中应对朝鲜的挑衅 美国支持和平半岛统一 美方代表表示 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军事合作 取得近一步进展 让国际社会担忧 朝鲜的合计导弹也发 对地区安全是严重威胁 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 另外韩美日等 11个国家 16日成立多国制裁监测组 以监测朝鲜合计导弹动向 以及俄朝武器交易等 违反联合国案例会 对朝制裁的行为 韩方说这显示出 国际社会对旅行对朝制裁的 坚定意志 凤航卫视金之前 韩国首尔报道 朝中社报道称 由于韩国对朝鲜的重大 主权侵犯挑选行为 14日至15日两天 朝鲜全国有超过 140万名青年同盟干部 和青年学生 踊跃报名参军或负罪 报道指 朝鲜各地的青年学生和工人 表达了他们的决心 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对抗韩国的任何威胁 包括金日成综合大学 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 在内的多所大学的学生表示 他们准备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做出贡献 踊跃参军附队的人数 在不断增加 报道强调 一旦朝韩两国开战 韩国就会被朝鲜彻底消灭 如果韩国愿意打响战争 朝鲜将直接迎击 凤凤凯卫视综合报道 朝鲜的人口是2600多万 在三代领袖的先军政策下 朝鲜拥有世界上比例最多的常备军 有128万现役士兵和约60万预备人员 此外还有570万规模的叫工农赤卫军 以及其他的非武装单位 但是呢 都可以按照军队编制 那么本周宣布有140万年轻人参军 不知道他是不是本来已经统计到 工农赤卫军等单位中了 不管怎么样 可以说在朝鲜呢 除了老人和孩童 大概都与军事单位 或者是周边组织有些关系 那么相比之下呢 人口比朝鲜多一倍的 韩国它的常备军呢 只有50多万人 这两天140万青年同盟干部 就像工军团一样啊 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军 这个热潮啊 口号是参加一场 用革命武器消灭敌人的神圣战争 这个定义叫神圣战争 朝中社引用热血青年的话说 如果战争爆发 韩国将会从地图上被抹去 其实呢 如此大规模的高调先体参军运动啊 它并不是前所未有的 去年朝鲜官媒就曾经报道说 有80万朝鲜公民 为了对抗美国而自愿从军 那么2017年 朝鲜也曾经报道成 有近350万工人党员和士兵 自愿服役 所以呢 这次的活动呢 也许政治象征意义 更大一些 当然了 现在和前年和2017年 不一样在哪呢 确实现在的这个客观 周边的局势非常紧张 那么韩国国防部 没有评论朝鲜最新的报道 但是呢 事先也警告说 如果朝鲜对韩国人造成任何伤害 他将面临政权的终结 听一听 一个要把对方从地图上抹去 另一个要让对方的政权终结 两个高丽国家都把话说到了极致 可见这个斗志昂扬啊 但呢 不只是说 同时也是在备战 韩国军方人士说 这个联合参谋本部的首长 就金明秀 已经取消了原定10月15号 到美国的访问行程 以便随时应对朝鲜可能的进一步挑衅 还有就是韩国 美国 日本等11个国家 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 多国制裁监测组的一个组织 多国团体 就是监测对朝鲜的制裁执行情况 为什么这样做呢 是因为本来在这个联合管理会 有一个叫做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 但今年4月底呢 就任期届满 要不要续 由于在安理会里面呢 这个俄罗斯是行使否决权 那么中国对此弃权 所以这个小组就无法虚认 就解散了 那么在这个美国 日本 韩国看来呢 这就使得对朝鲜的制裁监测机制 出现漏洞 于是呢 这个西方国家就成立了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监视 这个监督机制 就监督 监测对朝鲜的制裁 那么这个监测机制呢 实际上就是绕过了联合管理会 那么也自称呢 是因为那个联合管理会 不能够履行这个职责了嘛 所以说呢 这些国家就出来 那么基本上就是 除了美日韩 还有八个都是西方国家了 法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就好像这个 1950年朝鲜战争的时候 号称联合国军 但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军队 那么这也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实际上 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一 绕过联合国 二 俄罗斯已经与朝鲜签订条约 就是已站在朝鲜这边了 那么也就是说 联合国对朝鲜的所有决议 都实际上宣告报废 现在请看 《凤凰文字记者》报道的 其他众短的新闻 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6号向立法会发表 他上任以来的第三份施政报告 他说 相信不断求进步 自我革新 相信实变求变 灵活应对挑战和给予 针对体系改革 我的理念是 体系中 欠缺 但有需要建立的 要建立 有严重缺失的 要撥乱反正 有平颈 短板 或者阻碍的 要突破平颈 清除障碍 有需要巩固的 要强化 和完善 改革过程中 要判断 哪些 要有零建立 哪些 要动手术 勃乱反正 哪些 要顾本 培元 李嘉潮表示 今年的时政报告 继续贯彻习近平 七一 重要讲话的四点希望 并就改革和变化 阐述理念和发展目标 关键措施 及绩效指标 首先会全面 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强化政府治理体系 进一步强化领导 和跨政策统筹机制 发挥司长 及副司长的领导 和统筹功能 将成立教育科技 和人才委员会 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 等四个小组 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 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方面 港府会建立新增长点 例如 国际金融中心方面 港府将深化互联互通 丰富离岸人民币业务 进一步强化 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地位 强化国际资产 及财富管理中心地位 优化证券市场 开拓海外新资金 时隔六天 以色列再度空袭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此前 黎巴嫩看守总理 米卡提曾表示 美国已向他保证 以色列将减少 对贝鲁特及其郊区的袭击 另外 以军称 黎巴嫩珍珠党高级军事领导层 目前只剩下两个人 未被消灭 巨大的黑色烟雾 在贝鲁特南郊上空腾起 多数传出爆炸声 这是以色列 时隔六天以来 首次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以军战机当天清晨 对贝鲁特南郊 戴希耶地区发动空袭 击中黎巴嫩珍珠党 一处地下战略武器库 以军在实施空袭前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知 要求当地一栋建筑物 附近的居民撤离 但预袭地点实际上不止这一处 以色列当天还袭击了 黎巴嫩南部的 奈拜提耶市 城市上空浓烟弥漫 四处有烟柱升起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 以军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当地官员称 奈拜提耶市市长卡西勒 也在死者之列 而在黎巴嫩南部城镇加纳 救援人员在仍冒着烟的瓦砾废墟中 搜寻幸存者 有民房人员表示 仍有平民被困在废墟下 包括妇女和年轻人 正在努力进行搜救 以军前一晚对加纳发动袭击 民房部门至今已发现15具遗体 以军15号发布一张图表 显示黎巴嫩真主党13名高层 已有11人被以军消灭 目前仅剩已故领导人 纳斯鲁拉的潜在继任者萨菲丁 和情报首长哈奇马两人下落不明 萨菲丁是纳斯鲁拉的表弟 也被外界普遍认为 是纳斯鲁拉的继任者 他于本月3号 在乙军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 失踪至今生死未捕 另外乙军16号还发放视频 称摧毁了真主党 位于黎巴嫩南部地下的一处隧道网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本来10月1号以来 大家都关注 以色列什么时候对伊朗 发起报复性的回击 那么到本周一呢 据说伊朗也通过 这个秘密的渠道 向以色列传送消息说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 是有限度的 那么伊朗将认为呢 两个国家之间 这轮打击已经结束 但是呢伊朗也不放心 这靴子什么时候掉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呢 真主党又帮助伊朗了一把 它发射无人机呢 这个给 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 造成很大的损失 死了好几个以色列大兵 还有重伤 有很多人 这样一来呢 那以色列还是把他的主要打击对象 就放在里巴嫩 这又打击一下这个贝鲁特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这个二十多年来吧 伊朗呢就是支持这个真主党 这个发展壮大 那么今天呢在关键时刻 真主党呢也是不辜负伊朗的栽培啊 就是这段时间呢 是猛烈打击以色列 而且呢是给以色列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居然能够这个无人机啊 直接就打击了这个以色列军队的一个食堂 把吃饭的以色列军人呢就炸死炸伤 所以说呢 这个内塔尼亚湖内阁啊 现在恐怕暂时啊 还是把力量来这个 放在报复真主党这方面 这样一来 伊朗就用更多的时间来斡旋 或减轻 这个战争的压力 那么再能够通过密尼其党的进一步的 跟以色列在沟通 如果真主党呢 最后被以色列消灭了呢 伊朗也救不了真主党 那么也可能呢 也算以色列呢 取得了一些胜利 那么在伊朗和以色列关系方面呢 可能就不至于发生面对面的 这样的这个搏杀 好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